我们家那边彩礼那都是女床主 如果你要是生个男孩 我们家比较开明 还能给你个两千 这还开明呢 还必须是男孩 咋的 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呢 你这再过几年 可就过得最佳生育年龄了 什么最佳生育年龄啊 你家啥基因呢 保质期这么短呢 不是 啥不是啊 你不是还是我不是啊 你这年龄也不小了 过我这村没这地儿呢 知道吗 妈呀 你说我年纪大呀 我看你这三十五 你确定没好报年龄 我看你最起码又53了吧 成都男人能给你那物质上的需求 而且你跟我在一起 可以更有洁净 更快地步入上楼社会动华呀 大哥 照你这思维 我是不是找个神仙 就可以威脸现板了 怪我了 我没了解清楚就来了 这样 为了弥补你 我把我二姑王秀娥介绍给你 她今年的52岁 哎 离婚17年了 身材长像啥的 都保养得挺不错的 咋样 大哥 你这跟财富差那样过了啊 你这是狗才叫的 不识台语啊 我不识台语啊 我还没追究你谎报年龄呢 你长得这样子像35吗 这满脸大褶子 这蚊子都不敢往你脸上落 都怕崴脚 临走之前我送你个礼物啊 这口罩戴上点 说话胖臭的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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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